国立台湾图书馆四楼的双壳艺朗 目前呢是在展出 艺林雅具树林美术协会会员连展 那么作品是很丰富 包括了书法水墨绘画等等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赶快来前往参观 新北市树林美术协会是树林地区在地的艺文团体 会员人数目前大约有150多人 会员里面有素人也有专业的老师 所使用的媒材丰富又多元 希望既有展览让会员有源源不绝的创作能量 因为我们里面包括的项目比较多 有国画 书法 企画 钻科 还有工艺类 那每次展览都要分大概三个梯次才能够展完 那我希望每年都会有办不一样的展览 让会员能够有 因为有展览它就会有动力 然后大家也会有那个向心力 那我们现在就是规划 每年大概至少要有一档会员一起联展 因为这样子所有的会员会拟聚在一起 因为像布展的时候啊 大家都会过来 大家一起联络一下感情 利用玻璃金银剔透的特色 以及摇梢铸造等技法 所完成的这件作品 看出了水面波光淋漓的景致 层层相应相当精致 这件作品里头呢 我选择了国内十大鸟类的 之一的那个蓝雀 来表现它 那我们这个题目呢 就是细游细间呢 是在这个种下的午后 那这一对 而各种作品经过会员们的介绍 更能够感受到作品想要传达的理念和心境 春有百花秋有月 夏有凉风冬有雪 若无闲事挂心头 便是人间好时节 光是这首诗的感觉 就是让人家很舒服 那我也希望说 把这么好的境界的东西 也让大家能够来欣赏 我这一副作品叫做三年幽居 那从小我就喜欢山上的生活 因为从小时候 我都曾经到这个山里面住了一段时间 山山的空气非常清新 所以我才会创作这一幅作品 这边这一幅作品 后面有一座大山 象征着这个我们人类有个很强烈的依靠 在山山居住非常的安全 那旁边又有水 那从小非常喜欢这个瀑布 所以把这一作品的表现瀑布 来表现山里面的生活非常的悠闲 伊林雅具树林美术协会会员连展 从即日起展出到10月14号为止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往参观 中家新北新闻中和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